今日主题如何解决难题 如何学习困难的事 如何拥有创新创意创造力思维 当我们面临难题时 解决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解决难题的步骤 一、确定问题 解决难题的第一步是确定问题 这可能听起来简单 但有时候问题可能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 确保我们准确理解挑战的范围 这可能包括与相关方沟通 以确保我们的理解是全面的 二、创造性思维 传统的解决方案可能不足以应对复杂的问题 因此 我们需要任用创造性思维 尝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可以包括使用思维对换法 即将问题表输为不同的形式 或者尝试模仿其他行业的解决方案 开放思维并激发创意 使我们能够提出独特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分步骤解决 一旦我们确定了问题 接下来的步骤是将大问题 开分成更小的可管理的部分 这有助于将复杂的挑战 转换为更容易处理的任务 同时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 而不是被整体的复杂性否淹没 四、团队合作 有时集体智慧胜过个人智慧 与他人合作 特别是那些拥有不同专业背景或观点的人 可以为解决难题提供新的视角 这样的合作可以通过会议 工作方或其他形式的团队活动来实现 透过有效的沟通和合作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五、学习从失败中汲取经验 失败通常被视为一种消极的经历 但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通常是最深刻和持久的 当一个解决方案失败时 不应该视为结局 而应该视为一个学习机会 分析失败的原因 了解为什么这种方法不起作用 以及应该如何调整或改进 这样的反思有助于不断改进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解决难题的一些基本步骤 每个步骤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而且这些步骤不一定是线性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当然,灵活性和创造性思维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如何应对学习困难的事情 学习困难的是 一、确定目标 首先,明确你的学习目标 确保目标具体明确 这样你就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 有了清晰的目标 你可以更容易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 二、制定计划 制定一个可行的学习计划 把学习任务分成小部分 这有助预防止感到压倒 同时使你能够有系统的学习 这个计划可以包括学习时间表 使用的学习资源以及评估进度的标准 三、寻求帮助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 不要由于寻求帮助 这可以是老师、同学或者在线问堂上的专业人士 分享你的困扰 听取他人的建议 这样你就能够更快地克服学习中的困难 四、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每个人的学习风格不同 有种方式对某个人有效 不一定对另一个人有效 尝试使用不同的学习方法 包括阅读、听觉学习、实践和教学 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 五、保持耐心 学习困难的事情可能需要时间 不要因为进展缓慢而会心 保持耐心和毅力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和掌握难点 并记住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些建议有助于你在学习中克服困难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断调整学习方法 以找到最有效的方式 最后 让我们探讨如何拥有创新创意创造力思维 拥有创新创意创造力思维 一、开放思维 拥有创新思维的第一步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要让固有的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方式 恕复你 接受新的想法 愿意尝试新的方法 这样你才能够激发创意 二、观察周围 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灵感 仔细观察你的环境 聆听他人的想法 可能会带来新的想法 这包括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 或者关注行业中的趋势和创新 三、读书学习 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去激发创造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阅读可以拓宽你的思维 让你能够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 这样就有机会将不同领域的思维 结合起来产生创新的想法 四、思考多元性 不要局限于单一的思考方式 尝试不同的思考方法 跨领域的结合可能产生创新 与不同背景的人合作 共同思考问题 可以为创新带来新的视角 五、实践和反思 创新不仅仅是想法 还包括将想法付诸实践 实际操作可以帮助你 验证想法的可行性 同时 不要忘记定期反思你的工作 这有助于确定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使你的创业思维更加成熟 这些建议旨在激发创新 创意创造力思维 但同时记住 创意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激发创意 不断尝试并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是发展创造力的关键 这三个主题 多涉及到个人和专业的发展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持之以恒 不断调整和改进 是成功的关键 希望这些建议能对你有所帮助 当面与难题时 我们有时需要一些轻松幽默的元素 让挑战看起来不那么严峻 也价是有趣幽默的对话 解决难题的步骤 一 确定问题 小明 对 你知道怎么面对问题吗 小花 当然 先确定问题是什么 小明 好主意 让我们一起面对那些烦人的问题 小花 就像是拔牙一样 先找到痛点 然后 一口气搞定 二 创造性思维 小明 有时候问题太复杂 我们需要一些神奇的创造性思维 小花 是啊 就像魔法师一样 用创意的魔法把问题变成兔子 小明 不过 我希望这些兔子不要再变成更多的问题 三 分步骤解决 小花 要解决大问题 就像搭积木一样 一块一块慢慢来 小明 对 不然大脑可能会炸掉 然后问题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四 团队合作 小明 有时候我想 面对问题 是不是应该找个队友 一起并肩作战 小花 就像是超级英雄组成的联盟 一人解不了的难题 大家一起上 小明 是的 我想我们需要一个问题联盟 五 学习从事败重集取经验 小花 解决问题就像玩游戏 有时因有时敷 小明 对 但每次敷了都是在磨练我们的技能 下次就能更厉害了 小花 没错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应该展现那些顽皮的难题 进入学习困难的话题 让我们来点轻松幽默的对话 学习困难的事 一 确定目标 小明 学习好像总是有点难 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小花 别担心 先把目标设定成不被公坑淹没 怎么样 小明 这个目标听起来真是鼓舞人心 我喜欢 二 制定计划 小花 要是有个学习计划就好了 这样我就不会每次都像头鸡一样乱碰了 小明 哈哈 对啊 不然我每次看书都像是在看天赋 完全看不懂 三 寻求帮助 小花 学习有时候就是需要点帮助 像个求救达人一样 小明 是啊 要是每次有问题 就打开学习信号单 然后等着老师和同学们飞奔过来救援 四 才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小明 有时候我想 如果酥能唱歌 我可能更容易记住那些知识 小花 哈哈 或者把酥变成巧克力 这样学习就会变成甜蜜的事情 五 保持内心 小花 学习就像种植 要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小明 但我希望我种的是知识腹 而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小花 对啊 我可不想在考试时收成一片仙人爪 最后 我们来谈谈如何拥有创新创意创造力思维 同样加点轻松的幽默元素 拥有创新创意创造力思维 一 开放思维 小明 要想有创意 我们得保持头脑开放 像个创意的小傻瓜 小花 哈哈 小傻瓜倒也不错 至少不会像个是读书呆子 二 观察周围 小花 灵感来自哪里呢 也许是从冰淇淋店传来的香味 小明 没错 香草 贵的创意 不如我们去冰淇淋店开个思考会议 三 读书学习 小明 读书就像是吸收知识的大海域 我每次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海绵 小花 那可不是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海绵宝宝了 四 思考多元性 小花 尝试不同的思考方式就像是品尝各种风味的巧克力 小明 嗯 所以我现在是个思考巧克力评论家 五 实践和反思 小明 创新就像是烘焙蛋糕 有时候得实验一下才知道哪种搭配最美味 小花 小花 但我希望我们的创新蛋糕不要变成惊奇的化学实验 希望这些轻松幽默的对话能够为解决难题 应对学习困难和培养创新创意思维提供一点欢笑和启发 记得面对挑战时保持愉快的心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总结起来 不同冒险旅程 而这次冒险的指南包括确定问题 还会创意思维 真不解决 与团队合作以及学习同时败动获取经验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勇气的冒险 我们需要勇气 智慧和幽默感 让每一次解决难题的旅程都充满欢笑 学习困难的事情有时可能令人头痛 但通过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寻求帮助 尝试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及保持耐心 我们就能够在这场学习的冒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就像一场有趣的游戏 我们可以把学习当成冒险的关卡 每一步都是一个挑战 每一关都是一个成就 拥有创新创意创造力思维就像是在经营一个幽默的创意工房 透过开放思维、观察周围、读书学习、思考多元性以及实践和反思 我们可以把每一天都变成一场创意的派对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难题 保持一颗乐观的心 并且怀着幽默的态度 将使我们更加艰难、灵活 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愿你在这场有趣的冒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 感谢观看